欢迎收听《创新图围》 我是主持人Ethan刘杰忠 现在提到生成式的AI模型 可以说是百家争鸣 但是就是在大家都在积极发展的状况之下 究竟应该使用哪一个 信任哪一个 在数位的信任当中 这个议题相信相当的重要 而且您知道吗 其实国科会先前也已经开始推动 是台湾第一个繁体中文的 AI语言模型计划 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这个叫做TIDE的对话引擎之外 还有究竟在台湾的治理 还有相关政策的推动 怎么样来建立网络的数位信任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两位专家 第一位是台湾AI卓越中心的副总 赵解人徐永珍 请之前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 嗨 各位观众好 我是徐永珍 我现在在长庚大学 我们新成立的智慧运算学院 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 跟大家来聊聊AI 那尤其是可信任的AI 很开心今天有徐教授在现场 因为你应该算是台湾非常非常早期 就在相关领域人工智慧这一块 对 应该是最老的AI研究者 我不敢不好意思这么说 就是算第二届 就是非常早的学姐 那另外一位呢 是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 张庭怡董事长也请董事长跟大家说声话 好 主持人许教授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张庭怡 大家可能比较认识我 大概就是前NCC的主委 那我今天是以这个 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 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跟分享 跟今天主题有关的这个内容 那在同一个时候 我也是这个 数位经济基产犯协会的副理事长 以及台湾数位信任协会的理事长 那这些议题都是相关联的 好 也欢迎董事长 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一开始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AI的发展 如果很多人是用跑一场马拉松来形容 甚至有人说现在是AI的战国时代 那如果我们用比赛 甚至战争这个概念来去推想的话 那当然当中很多的要素 我们必须要具备 包含的是第一个就是人才 其实我们先前很多节目 也讨论过的是 现在AI的新时代当中 需要具备的人才 不管是上班族也好 或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好 另外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军备竞赛当中的军火 或者我们比较平时的讲 是我们的基础建设 那很多人想说是我们的对话引擎 或者我们的算力 有的时候说算力及国力等等 所以一开始 现在跟大家聊聊的是说 那当我们身为台湾 这个AI目前在发展当中 占据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 很多人其实也非常的积极乐观 但是当然如果是 以这样子的状态来说的话 我觉得某个程度 我们不要为言耸听 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的危机意识 直到自己优势跟劣势 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第一题想要请教的是董事长 您觉得目前在我们台湾的 AI发展当中 台湾究竟 它目前的定位位置在哪里 有哪些是我们的强项 或许大家通过很多 或者哪一些您觉得 也要特别提出来 是大家呼吁或者是提醒的 好 谢谢主持人 这个提问很好 那我想其实这一两年来 特别是因为 我们有很多跟半导体晶片 还有这个chips有关的 所以让台湾成为全世界的热点 然后感觉好像随着AI 我们已经起飞到 不知道飞航前面 但是我常常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问说 如果今天AI是答案 那我们的提问是什么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科技技术 一定是一直不断往前去发展 重点是我们要拿AI来做什么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常常我就会问说 如果今天AI是答案 我们大家都知道AI摆在这里了 那我们的提问是什么 那也就回过头来回应 刚刚主持人谈到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开始认识AI 当然一般的人 可能都是从这个所谓的深层式AI 尤其是CHAT GPT 那等一下许教授可能可以分享 他在AI领域 真的是我们的技术的前辈 其实AI的发展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那当然到CHAT GPT 是因为他改变了 人跟电脑互动的模式 所以让这个深层式AI的 各种不同工具的应用 可以走入民间 让我们一般的人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边运用 那他这个背后 其实非常重要的 他需要有算力 需要有演算法 需要有data 而第一个需要有算力的 当然就是台湾的强项 台湾有这个 各种不同的这种半导体 还有这个硬体的制造 尤其再到H-AI 各种终端具备AI的能力 所以当然第一个 你说台湾的机会 大家也是从这里去认为说 台湾有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在所谓的这个半导体 所谓在AI的PC AI的Router 还有这个H-AI 里面各种不同的device 但是真正AI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走到一个 各行各业都在做数位转型的时代 所以真正数位转型 可以对我们带来的是 整个产业的典范转移 它除了原来制造业的流程 服务业的流程产生转变之外 它在上面有很多流程的再造 以及data如何让它发挥最高的价值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AI 可以来给我们做很多的协助 所以除了这些半导体制造 各种不同的领域之外 其实台湾在数位转型的基础上 很大的一块我们要去思考 AI如何为我们培育各领域的专家 让我们各行各业的数位转型 可以产生典范转移 而为我们创造更高的价值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延伸出刚刚主持人谈到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AI的人才 AI的人才一定只有技术吗 程式吗 或者是怎么去做这个 其实这里面如果是跟数位转型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它可能很多领域的知识 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是流程的串接 你流程如果串接起来 Data能够通透 就会产生协助 不管是政府也好 企业也好 组织也好 去做Decision Making的重要的依据 而这里面就会流程领域 我们常常在讲 到不同领域里头就有老塞胡 对Domain的程序 非常了解的 那这个部分 如果他知道怎么跟 AI的专家结合在一起 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什么的 只有他才解读的出来 所以我认为台湾 除了这些生产制造 为我们创造GDP 这个很重要之外 我们更应该 好好的善用AI 应用在数位转型 各个领域里头 创造更高的价值 然后再来就是 这里面就可以再带到说 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一定是跨领域的人才 而且要能够 共同协作的人才 所以台湾在这边 是有很多机会 那但是就是看我们怎么 下这个问题 看我们怎么 就是我们的提问是什么 大概我先第一阶段 先overall 大概做一个这样子的陈述 谢谢 确实 谢谢董事长 因为其实以往来说 像台湾其实领域分割的蛮明显的 像我们可能硬体很强 但是软体 就是软体当中 各家也是百家争民 但现在可能要有一个 比较通透全局 可以纵观全局的人才 跟这样的思维 在导入 那才会让我们的AI的应用 可以更加的完善 不过当然我相信各行各业 现在经由了AI之后 慢慢会来进行典范的转移之外 我相信以整个台湾来说 以我们的决策者 甚至以学者 研究单位的角度来说 可能有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点 就是现在大家提到 AI 对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 言必称 Chat GPT 对不对 那某些时候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好处 或者是很多人 只有这样的方式 进行了AI的入门 但是看在我们这一些决策者 或者是长期研究AI的相关铃来说 某个程度对台湾来说 其实是一个警讯 或者是告诉我们 要跑快一点的一个讯号 对不对 这个方面要请教副总导介 其实 大概大部分人 就像刚刚董事长讲 就是很多人开始接触AI 是因为有ChatGPT 所以现在好像ChatGPT 也已经变成AI的代名词 好 可是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ChatGPT 它是一个私人公司的产品 好 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在于说 其实台湾在目前AI硬体方面的优势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 那如果我们今天AI的应用 我的供应链的最上端 其实是掌握在一个私人公司手上 这件事其实是很危险的 好 那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学者 大概一般人大概是2022年年底第一次听到ChatGPT 那我们大概在那之前几年 在学术界就已经知道 国外都在建这些大型模型 那可是台湾其实在学界没有这么大的资源可以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真的很忧心 就想说怎么办 因为这些大语言模型 其实它是多语言的 所以你假设你不做任何事 你还是可以用中文 只是你看到的中文可能是简体中文 而且更糟糕的是他训练的资料完全不是来自于台湾 那所以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这些变成所有人在成长过程 在教育过程当中的资讯来源的话 那我们整个未来的我们培养的人才就整个会偏掉了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在就是2023年的年初 那时候有这个机会跟那个国科会主委那边提案 好 然后就说台湾要自己来做一个自主的一个语言模型 那可是我们评估下来也知道说台湾如果要从头开始自己训练一个模型 第一个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资源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料 时间也来不及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决定 就是说我们先用当时available的这个在开放领域里面的模型 从那个模型开始来建构上面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整个刚刚在讲大家在赛跑 所以其实每天都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比较着重于说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做搞清楚 那如果下层的这些engine随时有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替换掉 我们不会绑在一个某一个特别的架构上 可是我们会直接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上面 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算顺利训练出一个这个tide的这个engine可以分享给这个台湾的中小企业 好我必须强调是中小企业 因为现在释出的是一个小模型 那而且现在释出的模型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最能力最强的模型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把比较强的模型释出 其实是卡在资料的供给端 好 因为以人工智慧的技术来讲 我们要训练一个模型 它越大越复杂 它需要的资料量是越大的 好那当然光是多还不够还需要高品质 那所以当你缺乏足够多的高品质的资料的时候 就算你建一个很大的模型 它的表现不会太好 OK那所以我们才会先以小的模型先释出 可是其实研究人员在内部是有训练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也有测试它的能力 视野还算可以跟得上世界的水准 好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再怎么样不可能跟世界这些第一名的这些人比 我常常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我们本来设定目标就不是在跟他们比 因为他们花的资源是我们的很多很多量级的资源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 那个不是我的目的 可是我们需要能够自主 所以这个其实就引申到所谓的这个主权AI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还是能够掌握住这些核心的技术 而且万一真的被别的国家把我们的供给端切掉的时候 我们不会就没了 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做这样的一个模型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人才 好那刚刚讲AI这个人才各行各业都需要 所以其实台湾的人才是不足的 那我们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多产生一些人才 可是同时你也看到AI这个技术会影响各行各业 而且对未来的人才的需求也会有很直接的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了解 怎么让台湾为了产业的这个在转型之后 可以有更适当的人才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现在许教授有提到的是台湾 我们有一个自制的繁体中文的语言模型叫做TIDE 对不对 这边告诉大家它是T-A-I-D-E 可能很多听者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所以我还先前问了一下这个发音我们说是TIDE 还是TIDE对不对 其实我们是要与这个台湾的那个台来做一个谐音 而且它的其实全名就是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 所以其实我们会把Trustworthy这个字放在这个曲名当中 还在最前面的这个位置 其实数位的信任或者在这个主权当中价值观的建立跟维持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无形的 就是基础建设需要去进行的对不对 董事长你怎么看 对我想主持人提到的这个Trust这个字 其实它就是整个数位化的环境开始发展 然后数位经济以及这个网路治理等等的议题 开始受到重视之后 真正需要去建立所有的人的安心的这个基本 其实就是一个信任 包括我们早期在推电子商务 以及现在已经不是只有电子商务 包括政府的施政 个人的日常生活的行为 社交通通都在这上面的时候 如何去建构一个信任的环境 其实就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从在我们过去在谈网路治理 其实信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特别是在数位发展的环境之上 现在有新的技术在迭代的应用 包括AI的技术 那AI它又会衍生出除了过去的技术之外 更重要的一些其他的议题 所以信任的议题自然又更重要 而且这个已经必须 我们在倡议这个信任的环境 在走到AI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的是它在事前的防范 跟事前的如何去 well prepared 成为让这个AI 不管是开发AI的产品 提供AI服务的这些企业 成为一个responsible的AI 也就是说 每一个提供AI的产品 或服务的这个企业 它成为一个responsible的 负责任的AI 自然它这个trustworthy的环境 被信任的环境 就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所以我想我们在谈 trustworthy AI的时候 其实也同时都会多谈到 这个responsible AI 那这个东西跟网络自己的环境 跟AI design的这个过程 以及它所提供服务的这个流程 其实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为什么我要特别highlight这个 因为这个也就是 现在全世界各国 还有大的企业 它在不管是要做regulation 或者是它要做各种不同的discipline the self-discipline的时候 必须要follow这样子的原则 来建构它自己的这种准则 或者是法律的规范 那它的目的就是要 让每一个提供AI产品服务的人 成为responsible的 这个accountability的单位 或者是组织 而整个环境才会变成trustworthy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谈 所有科技技术发展 特别是到AI的时代 它绝对不是只有技术这一件事 它还需要很多的环境的配套 环境的配套 包括这种技术的支持 资安的概念 以及可信任规范等等的配套 所以在先前 如果是大家要做防范 那其实相关的知识的推动 或者是教育 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8月14号 就2024年的8月 刚刚成立的一个是 台湾数位新人协会 其实董事长 您就是第一届的理事长 在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 跟想要推广的当务之急 好 这个其实也是有点水到渠成 就是说如同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其实很早在谈 网络治理跟谈AI的推动的时候 就一直在谈 responsible跟trustworthy的概念 那当然更早还有 大家比较常常听到的 像这个cyber security online safety 这些都是广义的 如何让这个环境更好的 一些必要的条件 那所以再到近年来 因为AI很多把这个 这些information 还有这些user generated content 大概在各种不同的 网路上的各种不同联网 所产生的议题 已经形成一个 需要把这些议题 都整合起来的一个timing 所以在8月的时候 成立这个数位新人协会 其实它的宗旨跟任务 非常简单 就是在我们要发展 数位经济跟智慧国家的 这个目标之下 需要来倡议跟 数位信任有关的配套 那这里面 所以在数位信任的协会 它下面有几个不同的小组 当然未来还可能会有 新的小组 可是它这个小组里面 就包括数据完整性 刚刚我想 许教授也很重视这个data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 AI其实就是data 那这个data如何 确保它是有品质的data 不是这个 没有用的data 甚至有害的data 那还有它的完整性 怎么样让这个data 可以作为决策的依据 这个东西 它的数据完整性 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会有这个 跟data governance有关的 那再来就是 数位信任的评鉴 因为很多组织 它如果开始说 它在做这个AI 做什么其他东西 那它是不是有一些 measure的标准来看说 你内部对于这个 产品或服务提供的这些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还有演算法 是不是大家理解 那这些东西都是 可以属于评鉴的范围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它可能影响到的 一些side effect 可能包括诈骗 包括其他 那这里有一些 特别的技术 可以tech 用technology的方式 来反诈 这里其实可以 有一些琢磨 然后再来就是 cyber security 因为cyber security 它还有很多 就是像这个 被攻击 或者说 怎么样去做一些 data数据的 这个 用科技的方式 来协助 做cyber security 那还有很重要 就是像identifier 因为未来很多 不管是跨境的交易 或者说 政府施政 很多跟这个 身份识别有关 所以或许 可以用到 区块链的技术 可以用到什么 所以它跟识别 身份 digital的 identify有关 所以也会有一个小组 那另外很重要 就是教育退广 因为所有 在这个网络 这里面 资讯素养的提升 媒体素养的提升 绝对是重中之重 因为你不可能 要求所有的人 帮你去都做好了 然后你在那边就 我都不会被骗 我都可以直接 就来使用这些科技 而不去 不去关心到 它可能影响到的 side effect 所以资讯素养 整体的提升 教育推广的提升 都很重要 所以数学经济环境 是刚好 这个timing 然后把很多的议题 在这里头 透过各个不同 企业的参与 那他来参与的时候 他就要有committment 你就是要做到 然后有的时候 可能需要政府 在什么样的政策 加一把力 或者说给他一些建议 或者是倡议 as a think tank的功能 就可以提供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这些议题 都是过去 我们长期以来 一直都非常注意在琢磨的 特别我讲一下 the data governance 就是因为 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谈 如果说以这个 人工智慧法 第一个提出来的 这个欧盟 他其实在 他谈人工智慧 相关的规范 其实他 也不是只有这个规范 他背后的目的 其实是要推动 他的数位经济 那数位经济 大家知道说 data就是 21世纪的石油 就是21世纪的 这个黄金 那问题就是说 他在data的policy上面 他非常清楚的揭示 如果是个资有关的 他就是有一个GDP 但是很多 非个资的东西 我怎么样去 把它挖掘出来 作为data 可以变成 这个形成新的 business model的 好 那这个部分 他也有相关的配套 就是像 Data Governance Act 还有Data Act 那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完整的 这个是处理 非个资之外的 政府跟企业之间 怎么样去交换 这个资料 企业跟企业之间 怎么样去交换 这个资料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资料治理的概念 只要到网络的时代 跟AI的时代 资料绝对是 观念中的关键 所以我想 这个部分也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 台德 为什么会有其他 因为在这一块里头的 价值的论述 我们的主张 就需要靠我们有 自己的这个 类似主权AI概念的 语言模型 来support我们做这一块 所以大概 基本上是这样子 可是董事长 刚刚提到的是说 我们可能是从一个 政策的倡议者 或是推动者 甚至制定者的角色 来看这件事情 可是我相信 许教授您长期在 第一的现场 教育的现场 或者我们说 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您实际观察到 我相信您的学生 已经是相关领域当中 对这一块 比较有感受的了 或者是有观念的 但是您观察 目前我们台湾的社会 比方说在 说到网络 或说到AI 我觉得我自己 很粗浅的看 很多人可能是 用了就用了 他没想那么多 反正跳出来 只要是中文 他看得懂 他就信了 那另外一块 可能是 都假啊 都是诈骗啊 都是那个东西 他可能完全抱持着 抗拒的态度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趋势看到 未来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数位时代 或者是AI时代 不管你信不信他 喜不喜欢他 他都会发生 所以你完全抱 他绝对是完全正确的 一个乌托邦的想法 或许你完全觉得 他是一个 就是罪恶的冤手 我觉得这两个态度 其实都不必要 对我们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更务实的态度 来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再从中建立信任 因为你有了判断 你才知道什么东西 值得信任 对要请教教授的看法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其实刚刚 董事长有提到 在AI时代 我们要训练 什么样的人才 我常常讲 现在最重要的 两个能力 一个是critical reading 一个是critical thinking 好 那这个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说 很多人在那里 所以会说 你这个引擎 给我的答案不好 然后开始说 你们做的不对 可是其实 我觉得大家要先理解 语言模型 只是语言模型 它不是知识模型 它是个语言模型 所以in the sense 它是个很会讲话的 一个东西 那一个很会讲话的 一个机器 它有一个特色 就说如果他 在训练的时候 你有告诉他很多 他学过很多 跟某个主题 有关的东西的时候 他在回答 跟这个主题 有关的事情 他会答得很好 而且讲得头头是道 可是当一个主题 是他真的没有听过 可是他很会讲话 他还是会头头是道 可是就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像我 这个年纪的人 我们以前有一句话 叫做尽性输不如无输 好 那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尽性AI不如无AI 好 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只要大家要必须接受 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 就说AI是一个 很方便的工具 它可能可以帮你 找资料 整理资料 回答一些问题 可是真正最后的判断 可能还是要在人身上 那所以这个 其实也跟刚刚在讲 我们要对一般人 做这种素养的提升 这个都是AI素养的一部分 那另外一个 其实我很好奇的是说 刚才董事长跟教授 都有提到说 我们可能思维的改变 或者是说 我们一般民众的想法 因为很多时候都觉得说 那反正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靠 还是top to bottom 反正就是政府管好 管控好 那我们就是 顺着这个方式去做 或者他们要把一些事情都 安顿好之后 我们要一个是安全的 网络环境 但其实在AI的时代 甚至是AI的特性来说 有的时候 你要等到立法完整 打造出一个完善的地方 我们才要去进行 做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可能是 原木求鱼 对不对 董事长怎么看 这个问题太好了 就是说 但是要谈这个问题 可能要回到 Internet的本质 就是说 因为在过去蛮多 不管是政府的施政 或者是很多行业 他在提供他服务的时候 都比较是top down 比如说以前看电视 你也是人家几点八点档 就要来看这个 然后什么时候就要看什么 可是当Internet 当串流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上 这个就是一个 从线性走到非线性 然后从这个 集中式慢慢走到分散式 然后他这个 Internet的本质 会让很多东西扁平化 所以以前是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现在会有 User Generated Content 为什么每个人通 有可能会有网红 会有KOL 就是因为他可以 把他东西丢上去 当选择权 回归到每个人手上的时候 每个人自然要 负多一点责任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不是一个中央掌控的 pushing的东西给你了 那这个是Internet的本质 当它的本质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要负更多的责任 这个负更多的责任 代表什么 我要对 我说的话要负责 我要对 我要接收 吸收什么样的资讯 我要有选择的素养跟能力 这个是Internet的本质 而AI在网络治理的基础之上 它只会加速 好的会越好 坏的会越坏 然后传播的速度会越快 然后对立也会越严重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整体的环境 已经变成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放在这里 自动人家喂养给我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完全已经不符合 这个时代的作为一个基本的 AI时代 科技时代 网络时代的一个基本的素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培养什么能力 这个时候需要培养的能力就在于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对于很多content的这种 试读的能力 试读的能力 那试读的能力里面就 不可能再依赖任何一个大有为的什么人 或者是谁 你都希望有那么多的自主权 你当然要自己要多负一些责任 而且这个机遇分散式的关系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 把好好的东西端到你的前面 没有毒的 没有害的 这也是不太可能了 所以整体在教育训练 所以现在我很早就开始在倡议 跟媒体试读 资讯数量有关的 所以也很高兴看到 现在大概高中 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 这个层级的 大概多少都会有一些 跟媒体试读有关的课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这种分散式的概念 还有这种技术提供的 这种服务提供的模式 也连带影响到 刚刚讲的 也不可能靠任何一个 中央centralized的立法 来去解决 一个立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时候可能需要靠 multiple stakeholders 所有的利益关系人 在这里头去 在每一个节点 都为他自己 所提供出来的东西 提供相当程度的 responsible的这种责任 所以才会有accountability 你在哪一个节点 可能他的accountability 我才会知道说 谁应该要在这个部分 负什么样的责任 那当然user自己非常重要 要有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 那除了是董事长提到说 媒体试读 每个人要对自己的 吸收的东西 或在网络上说的东西 负一定程度的更高的责任之外 但是我相信以企业 他作为一个法人来说 当然也有他不能回避的责任 所以这部分要请教教授 您觉得我们在台湾这边 因为像我知道 像Google很多时候 我们说的那些巨头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准则 guides 或者是他们的regulation 在这边 那您觉得台湾这边 还可以加强哪一块 或者是说您觉得 如果我们把很多的听众 想象他可能是您大意的心声 我们要说加强媒体试读 或者是网络的credital thinking 这一块 您觉得我们可以最直接 采取的步骤 会是哪一些 从两个层面来看的话 请教教授 那个其实相对之下 即使是这种科技公司 他们的表现也都有好有坏 必须这样讲 那所以就说 刚刚我们把Internet 跟AI世代这个连结 其实很重要 是说因为整个Internet 促成了很多新的 资讯传播的方式 还有资讯消耗的方式 那所以会造成一些问题 其实是以前的 各种各样的regulation 跟大家的习惯 没有办法 以前可能一开始 是不知道问题 后面是知道问题 有点来不及处理 那所以刚刚其实提到 提供者要负责 他要供应好的资讯 那吸收者要做一些判断之外 其实往往被忽视的是平台的责任 那在国外的话 其实几个这种国际的大平台 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一直抗拒被管制 那可是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公司 他们有比较主动的 来做这些事情 可是我必须讲 以目前来讲都还不够令人满意 都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 那所以以这样子来讲 也就是说个人不能依赖国家 也不能依赖平台 那个人怎么办 所以举例来说 我有一个学生他在做的 就是等于有点是 给一般人打预防针 所以也就是说 我就试着给你一些 真真假假的讯息 然后让你看了以后 然后来跟你解释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有问题 或怎么样 然后我们也在做一些分析 就说给了你这样子一些训练之后 会不会增加你对不良讯息的 一些抵抗力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一些 技术的方法来帮助人 来增加对这种讯息的反应 那另外呢 其实对平台来讲 甚至就说假设啦 公司本身他针对content他不处理 可是我们在internet的各种各样地方 其实有可能我可以根据 我对他内容的判断 说可能是好的讯息或不好的讯息 我可以给他不同的加速或减速 来改变讯息传播的速率 那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达到就是降低 那种假讯息传播的速度 好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有一些地方 不见得我们要一直 就直接走到这个言论控制 或是这种的很极端的手段 那有一些技术面 是可以有小小的一些操控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要了解 很多这个网路上的平台 它有一个特性 因为这些平台 它为了赚钱 所以其实刚刚讲 我觉得最不是在internet 并不是说因为internet 所以让这种言论变成极端 而是因为这些平台的特性 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有这种极端化的一个特性 好 所以很多人会在 他的这个bubble里面 那所以我常常会跟年轻人讲 就说其实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多看一些不同的资讯员 不要只相信单一的资讯员 因为你如果看很多个不同资讯员 你会发现 这怎么中间有点不太一致 因为你如果去真正认真的去判断 这个资讯对不对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问题 OK 那最后想要问一下两位 我们目前知道说在台湾2024 其实在推动这个人工智慧基本法 所以可能政府有采取相关的措施 那我不太确定说 两位在各自所属的机关或单位 目前社会的程度是怎么样 然后对这个基本法的了解是什么 然后对它的预期 您觉得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先请教董事长好了 好谢谢 我想先从刚刚 那个许教授回应的那个问题的后半段 我可以做一些补充 就是说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说除了大家自己注意这些素养的提升 那这些企业的规范 那我其实是想提 就是说确实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涉及到政府的一些policy 然后也会涉及到大的企业如何要被规范 所以在可能的范围 刚刚前面去谈到 谈到这个规范的模式改变了 只是要去强调说 不是在用过去那种规范的方式top down 而是说你要顺应这种网络的本质 跟AI的本质去定一个符合它可执行性高的规范 所以其实是要highlight这件事 那在这里其实走得比较快的 我其实长期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律师 科技法律的律师 所以我其实长期在关注这种 比较所谓的先进国家或者是组织 他们在怎么看这个议题 那其实以AI为例的话 以欧盟来说 其实它很早20162017 它其实就有很多高阶的工作小组 一直不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提出一个 跟美国NIST其实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这些是AI的应用 其实它到最后会变成是 看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 那高风险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做吗 No 高风险的事情要看说 它是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如何去manage这个风险 所以到最后慢慢形成一个 针对AI如何去regulate 是一个risk management的概念 来看这件事情 包括美国的NIST 还有欧盟的这个 所谓的全世界第一部 人工智慧法 那这里面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去看 这种AI的产品或服务 它所带来的风险 把它分成等级 如果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风险 那你连做都不要做了 这种就是直接 就是不准你做 比如说是可能做成武器的 或什么之类的 那再来就是说风险很高 可是是可以要去 你可以做 那但是就是 你可能事前必须要经过审查 而且之后每一年要来 再继续去measure 看看说你这风险 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怎样 那再来就是说 有风险但是没有那么高 那这时候你要揭露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responsible态度 你要推这个服务 或者是产品出来的时候 你要做到哪些条件 你就可以做 比如说你要揭露 你要告诉大家你的演算法 你要告诉你的资料 是从哪边来 是用人家有copy write 没有copy write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 比如说ChangePT 可能它就符合这一类 你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现在会发现说 有一些平台 有一些什么 你会看到它有标志说 这个是AI产生 这个其实就是 就揭露 那大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 它其实是某种程度 我要刚刚许教授提到 我要交叉verify 我要不同resource 我要来做double check 那最后就是说 那根本完全 就算受骗也没关系的那种 那可能说不定 它就不需要 所以这种立法趋势 已经变成是一个 global follow的 那就包括 risk management的概念 然后这中间会有很多 像透明啦 揭露啦 accountability啦 问责啦 什么这些原则 那回过头来看 那我们台湾其实也 国科会也有这样的一个 人工作为基本法 那当然大家随便google 也都知道说 它有七个原则 几个准则 我就不再细数了 那但是这里面 我认为未来真的 要下去应用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每一个 看它用在什么地方 因为刚刚我们讲 AI不是只有AI晶片 AI PC AI router AI半导体 它还有什么 它要真正用下去 那用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到数位转型的概念 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数位转型的 AI的应用 是在跟医疗有关的领域 那可能主管部会 它就会有很多 特别医疗相关的法规 那在这里 它可能就要针对 它的作用法 它的什么 就要再下去 做一些处理 如果是跟金融业 可能它精管相关的机关 那有些泛娱乐 entertainment 可能它就不见得 需要有高度强制的管制 可能它在内容分类分级上 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可是很重要 还有一些 不一定是现在 单一部会 silo去处理 还有一些共通性的 比如说 儿少的保护 比如说 这个智慧产生权的保护 那这些东西 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所有的部会 回应 人工智慧基本法之上 它需要有一些 往下去 implement的这种作用法 可能需要去配套 不过这样听起来 其实刚才 董事长提到 也不仅限于AI 其实整体的网路治理的原则 其实就要设定在那边 其实AI只是当中的一个环节 没错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 因为internet 颠覆了资讯传递的方式 颠覆了做生意的方式 颠覆了人跟人互动的方式 甚至颠覆了国家施政的方式 所以真正的本质 还是在于internet 这个网路治理的概念 需要大家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至于说我在这个上面 我会用AI变成我的工具 让我更能够去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reading 或者是说 我用什么样区块链的技术 去让我的某种carbon的资料 不可篡改 或者说我未来要用什么方式去 那个都是在上面迭代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 要谈AI很好 但是不能没有网路治理的概念 数位转型的概念 所以数位转型网路治理 是根本AI的技术在迭代上面 然后AI它当然有它 另外会产生性的问题 比如说它可能有fake的问题 可能有ethical的问题 可能有伦理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就需要特别针对AI 再有一些更多的规范 或者是讨论 好 那节目的最后再请教徐教授了 那您身为台湾我们第一代研究人工智慧的始祖 然后又长期在教育这边 那我们说到不管是我们法律的基本面的制定 或者国家政策的推动 或者是我们在教育推动的这一块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景跟目标 就帮我们补充一下 其实我可以follow up刚刚讲的 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一点点 大家把AI拿出来当一个特别的怪兽来处理 可是其实我们应该去看整个科技的发展 那所以其实AI基本法设立之前 其实还有我们连科技基本法都没有 我们也没有数据治理法 那所以 其实就是想说要有个宪法的概念 对不对 然后先以这个为主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件事不该做 可是大家在做的时候 千万不要有个误解说 我有了这个基本法我们就 脱筒啊 就可以这个 翘二郎锤在那里慢慢等着 好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看到 因为这些新的技术的发展 造成了其实很多东西被颠覆 那也造成了其实未来的世界的人才 他需要有更多可以跨域去沟通 去合作的这个能力 好 那所以就包括即使要立AI基本法 其实绝对不是只是法律的人 也绝对不是只是AI的人 而是这些人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stakeholder 我要做这样技术的人 我要卖这样技术的人 我要用这样技术的人 都可能要参与这个discussion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台湾 既然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对这有兴趣 我必须讲30年前 我讲AI很多人不理我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们有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觉得有兴趣 想要来了解 那我们其实是让大家 bring in together 一起来看看这个AI 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影响 那我们怎么样往这个 把它导引到好的方向 而不要让它变成一个邪恶的工具 好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来参加我们的创新突围的访谈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我觉得AI只是一个话题 一个敲门砖 其实更重要的是数位治理的概念 那大家在这一个新的数位时代 可能从自己的思维 到使用网络的习惯 到我们批判性的思考跟阅读 我相信在这个AI 已经是改朝换代 可能每天都有一个新的东西 丢进来的时代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国家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就期待说 不管是我们的基本法 跟人工智慧相关的也好 或者整体的科技的发展也好 或者是在平台 或者是企业当中呢 这自我的规范也好 我相信台湾都往一个 更好的方向来走去 所以今天再度感谢的是 许副总召集言 还有詹董事长 来接我们访问 那一起跟听众朋友们 说声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